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可福音 第十五章 一到早晨 祭司长和长老 文士 全工会的人打架商议 就把耶稣捆绑 借去交给比拉多 比拉多问他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回答说 你说的是 祭司长告他许多的事 你看 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 你什么都不回答吗 耶稣仍不回答 以至比拉多觉得稀奇 每逢这节起 巡抚照众人所求的 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 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 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 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 众人上去求寻服 照常例给他们办 比拉多说 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 太远小的 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借了来 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 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 巴拉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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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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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冰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 叫齐了全营的兵 他们给他穿上紫袍 又用荆棘编做冠冕给他戴上 就庆贺他说 恭喜犹太人的王啊 恭喜犹太人的王啊 又拿一根尾子打他的头 涂唾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 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 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 要钉十字架 有一个鼓励那人西门 就是亚历山大和鲁福的父亲 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 他们就勉强他同去 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 他们带耶稣到了各个他地方 各个他翻出来就是独楼地 拿木药调和的酒给耶稣 他却不受 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 年纠分他的衣服 看是谁得什么 钉他在十字架上是四出的时候 在上面有他的罪状写的是 犹太人的王 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定十字架 一个在右边 一个在左边 这就印了经上的话说 他被列在罪犯之中 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 摇着头说 你这筛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 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行呢 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 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 叫我们看见就信了 那和他同定的人也是讥较他 从武正到深处 遍地都黑暗了 深处的时候 耶稣大声喊着说 伊罗伊 伊罗伊 拉玛撒巴格塔尼 翻出来就是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旁边站着的人 有的听见就说 看哪 他叫以利亚呢 有一个人跑去 把海融沾满了醋 往在尾子上送给他喝 且等着 看伊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 耶稣大声喊叫 气就断了 天里的曼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 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 就说 这人真是神的儿子 还有些父女远远地观看 那中有摩大拉的玛利亚 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 并有撒罗米 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 跟随他 服侍他的那些人 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 在那里观看 到了晚上 因为这是预备日 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 由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 他是尊贵的义士 也是等候神国的 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 求耶稣的身体 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 便叫百夫长来 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 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 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 约瑟买了细麻布 把耶稣取下来 用细麻布裹好 安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 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 摩达拉的玛利亚 和约瑟的母亲玛利亚 都看见安放她的地方 让我来看看 我来看看 他可以看安放她 因为我为了 我来看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